这一次我们要讲到人论 讲到人论的时候 就会联系讲到罪论这一方面的 你看了讲义 都拿了讲义没有 你不要怕 很深 好像是很深 但是不要紧 我们可以慢慢地去了解 时间应该是足够的 但是如果我们欢喜的话 你可以咖啡 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体每一届以后 就有四分钟的时间提出问题 你们自己稍微讨论一下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提出来 我们大家一同来思考 首先道论这一方面 我们都用中文 不需要用英文对不对 不需要 OK 不然我有英文的讲义 你让英文比较深入 那个名词太多了 你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人论很简单 就是论人 就讲到人的问题 在教育神学里面 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认识神 认识神 认识神不是从人做出发点的 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寻求神 老师说如果寻求神 就表示神不见了 我们要去把他找回来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一个孩子 孩子走迷的路 叫孩子找爸爸容易呢 爸爸找孩子容易 孩子找爸爸 每一个人看一个人 爸爸你不是我爸爸 到一下子孩子就 就更加乱了 那就随便找一个爸爸 你不是我不要紧 我把你当做爸爸就好了 世界的宗教都是如此 人在寻找上帝 结果找不到 那么怎么办呢 已经进了力量找不到呢 就自己欺骗自己 有时候也很容易给人欺骗 不要紧 我带你去找爸爸 带到那去 爸爸把他去卖掉了 你知道 中国早期的 早期女孩子比较少这个情况 男孩子 这个家人都告诉他 你偷一小心 不要呢 不要跟他人家摸头 我小的时候 最怕人家摸我的头 因为头一摸了 就跟他晕了 就跟他骗走了 去卖了 你听过这种事情 因为那时候呢 中国人就是重人轻鱼 那孩子呢 迷路了 他是要人安慰他 他是要一个父亲 他很可怜 常常常给人骗 不然就要骗自己 实在来说呢 我们感谢上帝 虽然我们迷失了 但神来寻找我们 神去寻找我们就容易的 他从上一看 看到你在哪里 他来寻找你 这是可怜的地方呢 我们因为不认识他 所以呢 我们呢 他说我是你爸爸 我们对他说不见得 你给我什么 我们女人们的聪明 你知道吗 那后来就变成 有男一边是娘 你听过这种东西吗 结果有的娘是好娘 有的坏娘 对不对 结果一样的 最后还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 明知道他不是你妈 不是你爸 但是你没有别的 你还算算了 暂时把他当做爸爸好了 人很奇妙啊 很怪啊 你说呢 人很笨 但是笨有笨的聪明 他会常常被人欺骗的时候 他想说不要钱 他骗我 我骗他更好 装都给他骗 你一装给他骗的时候 到底你在骗他 他在骗你 大声一点 骗来骗去 对不对 最后真正是你骗自己 你以为人骗你 你也可以骗人 其实是骗来骗去 到最后呢 就好像玩把戏一样的 我们在研究心理学的时候 我们给老鼠给他一口水 把他接水 不可以喝水 二十四小时 后来呢 强迫他 随便他 他有一个level 有一个空干 他去打一打 然后水就一滴出来 看看 这个叫 Stimuline Response SR这个东西 叫做签字的问题 那有一个漫画怎么写 我们教他 你做事情 你打一打 我就给你一滴水 或者一个pallet给他吃 对不对 那慢慢呢 你要教他功课要越来越难 就是越来越advanced 长进了 你要打三次 我才给你一个 打一次不出来 他就再打一次 打三次的时候 出来了 以后他呢 慢慢学到 不打一次不打两次 也不打四次 刚好三次 你就出来了 我们叫做学习 叫他学 有一个漫画怎么写的 他说呢 老鼠跟老鼠 他们在商量 在说呢 你看人这么笨 我打三次 他就给我吃 到底人在训练老鼠 老鼠在训练人 这个很难说 如果你念这个 念中国的古书 这个装子的东西 他就是 逍遥游那个故事里面 我在梦 梦见蝴蝶 到底是我梦见蝴蝶 母亲在梦见我 这个倒来倒去的 这个东西 人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但是我们感谢上帝 上帝是创造的主人 我们的神很奇妙 祂竟然是创造万物的 祂是一切的主宰 祂是 他是活跃的 他是活跃的 他寻找人 虽然人要利用他 他也让人利用他 他真的 很多人都以为很厉害 一些宗教都是如此 你看看宗教真假很容易 如果教你 一个方法 不论基督教 不是基督教 回教 不教 到教 什么东西都一样 他教你一个方法 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来 让你可以得出正大的福分 过去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员 他说 他开一课 怎么祷告 可以得出神的垂听 这一课七百五十块美金 很多人都骂了 求此理 叫我怎么祷告 修费是七百五十块 贵不贵 老实说 美金 美金今天如果算 新加坡钱超 就是七百五十块 只能一千两百块 只能一千三百块 好像这样子 贵不贵 上一个课 学习祷告 让神可以垂听你的祷告 你先付一千三百块 贵不贵 贵 错了 很便宜 太便宜了 如果是真的 我一毕业马上这样 那是求一万三千块 太便宜了 那你这样想起来的话 到底是你骗他呢 你不骗那么快 或者他骗你 宗教很可怕就在这里 到底是 你故意给他骗 其实你故意给他骗 就是叫做你骗他 你拿了他的秘密 是不是 你知道吗 你以后有一种广告 那时候你寄给我二十五块 你就可以赚两千五百块 那二十五块不多 你知道吗 不多 二十五块 现在这里也不太多 老实说 你就可以赚两千五百块 你当然很欢喜的 我告诉赚钱的秘密 所以每个人 很多人看到 就算了 寄给他二十五块 眼睛是什么 眼睛 有钱 有钱的人口袋会痒 心会痒 手会痒 钱拿出来就二十五块 他就告诉你个秘密 也只有一句话 你知道那一句话是什么 但是Do it likewise 你照做我做的去做 你去整个广告 你明知道是他骗了 你知道吗 那我问你 你甘愿不愿意跟他骗 你当然不甘愿 那怎么办 你就去骗人嘛 你知道背一个报纸 也是等 你寄给我二十五块 你可以赚两千五百块 结果什么 一来一下去 就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到底谁在骗谁 老实说 就是自己骗自己 很可怕 人的问题都在这里 感谢上帝 不是我们寻找上帝 是神上帝寻找我们 他不骗你 你看那个宗教 有没有欺骗的成分 人都很私心 很自私 很像我们会讲的 罪的问题 就会讲这一方面的东西 有私心的时候 你就利用宗教 私心就要利用人 为自己的好处 就要想到自己 在基督教里面 你要认识神 认识神以后 你就要认识人 所以讲了神论以后 第二件事情 一定要讲到人论 一般是神论跟人论 同一个学习教的 神论是前 人论是后 你不认识神 你绝对不认识人 你认识神以后 你就会认识人 所以家伦说一句话 很好 他说所有的知识 所有的认识论知识 真正知识 只有两件事 一个是关于神 另外一个是关于人 你既然都抓得住了 你处理什么知识都可以了 都可以处理得到 神论跟人论 感谢上帝 我们这一次特别学了人论 我盼望经过这个以后 你可以真正地认识人 当然认识自己 也认识跟你同为人的人 也可以认识神的创造 如果你不认识自己 你认识了神 你不认识自己 你只有死路一条 或者呢 你不想认识自己 你只想认识神 虽然不是死路一条 你觉得你活路了 我认识神了 结果你就想利用神 那也是死路一条 当你利用神的时候 神不给人利用 神也不利用人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 就是教会在利用你 那个教会你要快快离开 那不是真的 真理在那个教会里面 神不利用人 神可以用人 但是不利用人 因为神已经 祂是自满的 自助的 Self-contained 祂不需要人什么 但是祂呢 愿意 人与祂同工 祂愿意把他各样的福分给人 有人说 神不能利用 明明我利用神 一点都不是 当你觉得你利用神的时候 好像是神给你利用 其实神呢 是怜悯我们 你既然利用我 好了 你就用好 到一段时间呢 你才会发现 结果呢 你真的会发现 是你自以为智慧 自以为聪明 你利用了神 你的利用的 根本不是神 是你想象中间的神 那神也怜悯你 因为神不像人 祂不报复 祂有各样的恩典 祂把你 先回到祂的 用慈神的爱说 把你带回到祂的 真理里面 我们很感谢上帝 在传统的中间 对人论的研究 可以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 从哲学的角度 或者哲学的范畴来看 就是 Philosophical Category 在智慧里面 智慧有一个 anthropology 就是研究人论的智慧 它要研究 到底人 本题里面 它真正的意义 本题 不知道听人家所说的 什么 本题到底是什么 这些就 用这个角度来看人 到底人 它的本题 本质 到底是什么 What makes God a man 这个东西 到最后 你会发觉 没有答案 你就很多问题 没有答案 昨天我说的 这些跟学习 不同的问题 就在这里 这些 要懂得问问题 你不懂得问问题 你永远找不到答案 那你懂得问问题 你也找不到答案 但找到一件事 是说 知识教育一个人 骄傲 其实真正的知识 没有教人骄傲 只有教人谦卑 你问问题 问到很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 做老师 最讨厌的学生问问题 问得太多了 老师烦得要死 不能回答 所以很讨厌 学生 其实呢 做老师 学生问问题 你讨厌 要讨厌你自己 我们要好好准备 怎么办 那不要紧 你去买那个 十万个 为什么 希望你可以回答 但里面也回答不了 真正的回答 就是用问题 回答问题 你了解 那是真正的 知识家就在这里 你问他 他问你 到最后你成 不要再问了 我明白了 第一 你假明白 第二 你真的明白了 我的女儿 读大学的时候 她告诉我 我要读一生 一课 我说 好 你就读一课 过了一年以后 她变了 我从来 我也感谢上帝 我是练心理学的 所以我不在乎 我知道她会念什么 大体我就知道了 知你不如父 就是日子不如母 我好像这样 过了一年以后 她说 我不读一学了 我要读心理学 跟你一样 好 你就读心理学 再过一年 第三年 她说 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读这些 我说 好 你为什么要读这些 当时老师告诉你 我在初中 在高中的时候 你没有送我去补习 我没有从 孩子我从来不给他补习的 你知道吗 我的问题一大堆 她问你 你从来不给我解答 那时候我是讨厌的钥匙 你都问问题 问到我烦了 我懂了 她也会回答 会打 会积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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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物理 化学 有问题 他在问爸爸 我跟你说 特别注意 你做父母亲的要注意 孩子问问题 你不要骂他 你孩子不要多问 你应该问孩子 多问一点 趁着你还是孩子 拼命问 到了你做大人 不好意思问 对不对 趁着孩子 拼命问 我没有回答 我就 他问了 我就回答 用问题回答 后来他就说 我懂 那他做作业的时候呢 那些老师都奇怪 你 这个 这个 这个孩子 他会回答 我想他一定有问题 他还会回答 这个问题 问他 你怎么来了 他说 爸爸 我问爸爸 爸爸问我问题 后来我自己懂了 每一个科目 都是鲁师 有很多科目 我根本没有读过 微积分我没有读过 物理啊什么 有一些都没有读过的 我就懂得问问题 他一问问题 我就知道 怎么问问题 后来呢 他老师告诉 问他 那你爸爸是做什么 他是做医生 做是做经理医生 做牧师 做什么 到底他最重要读什么 他是读哲学的 他才懂 哦 原来有学 后来到大学第三年的时候 他才知道一件事情 应该读哲学 读了哲学呢 没有答案 很多问题 问题一多了 答案就在问题里头 你听懂 你听懂吗 最后他 他本科最后是读哲学 读了哲学 他想说 再读什么 我说随便你 他说 我还是去读 法力 他最后是 他23岁 24岁就 发学不死了 他读完发学 从小 他会问 为什么 我从小 他从小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 我先会问他 为什么 在知学里面 很多问题 感谢上帝 把他带到主人面前来 答案都在神学里面 知学里面 没有答案 就有问题 所以知学叫人谦卑 如果念知学的人 他傲得要死 他以为他什么都懂 我告诉你 他一定不是真的知学 真的知学是叫人 谦卑来到神面前 所以昨天 前天 我跟那个青年人 在一起的时候 跟他们讲 因为这次要讲人论 所以我用一些 这个 拉丁文的东西 跟亲人们讲 Homo 人 讲到人的特点的时候 特别讲到一个问题 人呢 就像泡沫一样 大丁文 大丁文就很简单 它叫做 Homo Bula Homo Bula Bula的意思就是 Bubble 泡沫 人呢 像泡沫一样的 你多少伟大 到最后的时候 啪 都破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人像泡沫一样的 当你会觉得 你人像泡沫的时候 你不论做了多少的事情 到最后的时候 醒来了 你什么都没有 但感谢上帝 当你有主的时候 当泡沫 啪掉的时候 你才看见 眼睛就 啪 张开了 看见神 不然的话 你什么都没有看见 你有的钱 没有了 最漂亮的太太 最聪明的孩子 老师说 到你死的时候 你跟我去好不好 他说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你听过这个故事吗 有一个很穷的人 穷人啊 穷人很特别 穷人很特别 有钱的人也很古怪 有钱的人 很少有孩子 真的 他花钱有力 穷人呢 没有别的事 只有跟太太在一起 所以转来转去 就生了好几个孩子 穷人生孩子 他很盼望他的孩子 有一天替他活下来 对不对 所以叫他财富 另一个孩子生下来 叫财富 盼望他 可以赚钱 当然啦 口子有一张 手两个嘛 脚两个 很豪宗的事情 第二个 他叫做 学问 第三个呢 叫做高官 就盼望他做高官 到第四个的时候 穷得半时 他就想 叫他 算了 罪恶 生了四个孩子 到第四个孩子 叫他罪恶 你知道吗 那高官啦 什么 财富啦 什么 修问啦 都长大了 都长大了 这个老徒子呢 苦得要死 有一天啊 他病了 穷人病了 病了没有路走 穷人病很容易死 因为他没有医药 没有钱买医药 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 不想活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快要死了 他就叫孩子来 孩子孩子 你来 第一个孩子 阿富 阿富 阿富来了 财富嘛 那我要死了 你跟我走 好不好 这个阿富说 不行 我还没有富有 我还没有享受 我不跟你走 好在 有四个孩子 就叫第二个 修问 修问 修问你来 他说我 修问 还没有 修问 三个东西 现在你知道 一个要有修问 对不对 第二个要有 修力 第三个要有修位 其实呢 在世界上 在社会上 倒过来的 你没有修位 不能入门 没有给你开门 所以一定要修位 好不好 不管他 去哪一个修位 再说 有些问 要一些修力 修力呢 就是 你曾经在 学校 读书 你认识的那些 老师 朋友 什么东西 叫修力 四年在一起 大家都是同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同窗 跟同门不同 什么叫同门 你懂吗 同门 不懂 中国现在这些东西 都没有了 因为什么 只有一个孩子 同门就是 你的太太 跟他的太太 是姊妹 叫做同门 同窗是 你跟他在同窗下 都输的 那个叫同窗 叫同窗 千万不要弄走 好 同窗 那就有学历 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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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现在很多东西 就是有趣味 没有学历 在修书界 还没有过 不过 不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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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明堂 一定要有学历 你在英国 也是如此的 你英国在那边 混混七年 修历多了 很多人 修历让人给你上座 给你到 座到上面去 因为有修历 你认识了这个人 这个人 你老师是谁 某某人 我也是他学生 给你机会上去了 所以修位 让开门 给你开门 修历 给你登堂 听到吧 那修问呢 给你皱纹 你登堂以后 怎么讲话 讲不出来 没有内容 最多给你一次 听到吧 你真的要有修问 真材色 三个都有 你有修问 你没有修位 麻烦 你进门 都不能进门 你是谁 听到吧 而你有修位 但是没有修历 没有人带你上堂 不会跟你机会 这样 三个东西 所以这个修问 孩子 修问 你跟我走好不好 你要死了 我不去 我有修位 还没有修历 有修历 还没有修问 有修历 以后我还要 名誉 什么东西 不跟你走 想没有办法 就叫 阿官阿官 做官的 官尾 那时候我做得 不过 不过痛快 我还有很多日子 要做的 你要做官 不要做小官 你要做 要做大官 做小官 天天呕气 还有替人 替大官去 去赴死 你知道吧 你要做到大官 他没有做大官 不跟你去 他气得要死了 三个孩子 财富 这个什么 修问 官都不肯 跟着我去 最后最后你来 他刚才 最后你来 还没有讲你来 那最后说 来来 我跟你去 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 这是一个借鱼 你知道吗 他说 到要死的时候 财富不跟 修问不跟 官机也不跟 我学都最后 偏偏要跟 你听到没有 世界就是如此 到有一天 你要走的时候 一切东西都 爸爸 就是最后 就在那边 我跟你走 你不要他 也摆不住了 人真是一个爸爸 很可怜 从这方面来看 人的本体 就是这一种的情况 第二种呢 从神学的范畴 是从神的启示 的真理 来讲到人人 这两天 我们就从这个范畴来讲 现在不多讲 第三个呢 是近代 特别是 现代的 它是从人类学 从心理学 从人类文化学 跟社会学 这个范畴 也就是从现象的射体 不是本体 从射体 很现实的 来看到人 人好看不好看 不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呢 最重要 他在人跟人之间 给别人 给人类 还是给国家 有什么贡献 不知道为什么 很有学问的人 都很难看 特别女孩子 越有学问 越难看 很有学问的人 很美 中文人有一句话说 女孩子 特别美的 很奇怪 都没有头脑 因为她有头脑 她就没有时间 去化妆 你知道吗 她没有时间 去欣赏自己 女孩子 为大的地方 就应当欣赏自己 也难得了 每一个女孩子 都天天要看镜子 男孩子看镜子 就咋瓜了 女孩子看镜子 很奇怪的 你越看镜子 看那些美丽的 越来越美丽的 很多男孩子 很有学问 女孩子很有学问 没有时间打妆 没有时间看镜子 她那里会美 不会化妆自己 那从现象来看 从社会 这一方面来看 到底一个人 豪在哪里 我昨天可不可以讲到 一个价 一个这 对不对 到底价重要 这重要 当然是这重要 但是这个时候 在社会里面 这一点重要都不重要 都没有用 这一点都没有用 价最重要 价是焊出来的 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在印度 印度呢 老师 叫耍米 或者咕嚕 咕嚕 中国叫高师 有一种 有一个 他的弟子 他叫一个弟子说 这块 这块石头 你拿去卖 弟子说 老师 这个石头 哪里可以卖 这个卖什么价钱 他说 你不要多说 你去卖 去了 再说 他就去卖了 回来 他告诉老师 老师 这个石头 两块钱 没有人要 两块钱 没有人 明天你再去 你再去 你开个价 两千块 开价两千块 他说 老师 两块都没有人买 开价两千块 他说 你就去 但是呢 你不卖 听到吗 开价两千块 宝石一块 两千块 放在这里 人家 两千块这么贵 我根本不想卖 为什么不卖 你不知道吗 那个人到底知道 不知道 看到的是两千块 他不卖 算了 算了 到底什么秘密 不知道 他是真的不知道 假的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所以他讲实话 不知道 老师叫我放在这里 老师在这里 放在这里 看了价钱就要卖 他说不可以卖 这个人就告诉他 算了 三千里卖我 好不好 老师说了 不能卖 回家的时候 告诉老师 老师 人家出三千 卖不卖 我说了 不卖就不卖 明天再去那边 这个东西传出去了 一传出去 叫价叫到几万块 为什么 因为买不到 买不到的就是五价 五价呢 英文有两个字 五价是 priceless 另外一支是 worthless 听懂吗 五价这不有价钱呢 不值钱呢 就是worthless 但是因为worthless 又不肯卖 变成priceless 那大家就这样 骗来骗去 就是这样子 人很可怕 就在这个地方 从社会学 从人类学 从人类文化学 我刚刚去这一次 是文化之旅 真正是 我是故意走南亚 South Asia 南亚 从西洛 这边跑上来 西洛是从 尼泊尔 印度 西洛 西洛是最年轻的一个 从那边看来上来 什么东西都是 多少年 多少年 遇到尼泊尔 都是几千年的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是 在目前这个时代里面 越老就是越之前 老文叫古董 古董英文叫什么 Antique 有两个东西 很怪的 Antique的东西 就是特别贵 因为不能重复了 不能重复了 那Antique跟Classic不同 你叫Antique Music 没有人要听 你叫Classic Music 就是Modern Classic 还是有人要听 Classic的东西 永远不死的 Antique的东西 还活着就没有 不是Antique了 你听我意思吗 它越老越好 为什么 因为人命太短 所以它真是 长命的东西 长远的东西 其实Antique呢 是价 不折 那这是人汗出来的 当然了 你千万不要听了这句话 你就说 我家里一大堆Antique 把它卖掉了 你要卖也可以 但是不要因为我讲了你卖 我负责任 我哥哥从容 从于Classic man 他也是Antique 他很多Antique 有一次 他在新加坡 那一次过去 我来跟他住在一起 一天 我去找他 他住的那个地方 很多Antique 我一看 哎呀 这些草迷 我说 烂的 他说你不懂 他跟我讲什么东西 我都不懂 听听听 不好意思 他我哥哥 听听 好 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个老徒子 他去买了 一块钱去买了一个碗 一个碗 他认为他懂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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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无懂的 他是武器人 武器上海 上海就是胡玩最出名 就是上海 对不对 为什么 很有钱 有钱就会玩这些东西 那个哪一天 他告诉我 Oh my God 他跟我很好 我们 我五十岁开始念过去 所以跟这个老前辈 都可以谈得来 无语啦 诗啊 词啊 什么东西 他跟我很好 他 他现在已经该走了 走了的时候一百多岁 到老的时候 他开始分泌啦 什么东西 他还没有那个 还是八十几岁 九十岁的时候 买到一个东西 一块钱美金 他买了 他说这个是anti 我一看 我不懂了 但我看 有一点懂了 最基本的常识 这个anti 外面裂开的 裂的 你知道裂了 后来看里面 没有裂 我问 如果一个 外面裂的 里面没有裂 那是什么意思 最简单的一个常识 那叫什么 外面的裂是真裂 假裂 一定假裂是化的 你听话 这是一般常识 我呢 搬门弄腹 我真的搬门弄腹 这个假的 你买一块钱 你怎么知道 假的 外面裂开 你看裂 里面没有裂 这一定是假的嘛 哪有一个词记 外面裂 里面不裂的 外面是化的 他听我这样说以后 他就觉得 对呀 你懂 其实我不懂 你懂 我真的是不懂 但是我就是一点常识而已 懂得一点常识 你知道吗 哪一天 见到重如那天 我说这个都是假的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教会里面有一个人 买了一块钱 欢喜得不得了 是五斗买的 宝贝得不得了 给我一看 外面裂 里面不裂的 当然是假的 重如跟我说 你洗澡了 唐朝 有一个时代 它的词记 是两成的 你说什么 你乱讲 你不相信 他把书拿出来给我看 真的 我一听到 那个吓得半死 糟糕了 我跟那个老头子讲了 好在他死了 那证明一件东西 真的是我不懂 对不对 我讲了我不懂的东西 他听了 他相信 这个是谁不懂 他也不懂 到底真的是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后来这个东西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 我找他里去 你那个时候 那个你爸爸 你那个岳父买的一个东西 一块钱 哪里去 谁知道 找丢掉了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 其实在人儿学里面 社会学里面 心理学里面 讲到人的时候 都不懂 特别是心理学 最近的教育心理学 你知道我们在研究 人怎么相爱 怎么研究 没有时间去研究人 就研究动物 动物可以生可以死 没有责任 你听懂吗 最近还好一点 动物伦理 就是试验伦理 还有一点 人道 这些方面 早期没有人到了 把动物把它关在一起 后来男的你都把它放在一起 看看 哇 原来动物是怎么谈恋爱的 就告诉人 人啊 就要怎么谈恋爱 就修动物 你知道吗 老实说 都不懂 结果我们跟他教了 听到 应该这样子 那本来我们懂的 变成不懂了 所以不论从 不论从这些来看 不论从当代的人类学 心理学 社会学 人类文化学 讲了这些 都没有真理 都是一些相对性的东西 我们要知道人是什么 只能够从神学来看 这一方面你永远要记得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神学是什么 不是我们寻找上帝 也不是研究上帝 神学是研究上帝的启示 第一堂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可以问问题 不然的话 我问问题 你们去讨论 有四分钟的时间 刚好是十一点 对不对 对 十一点 十点 对了 十点五分到 四点二十分 要到四点 还可以讲 导论里面呢 给我们一个要点 要捐 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人呢 对自己 都是模模糊糊的 都模糊 只要你肯承认自己是模糊的 还有希望 最怕是 你听来听去 告诉你要怎么做人 要怎么奋斗 要怎么奋斗 你听了 很有理由 你根本没有 没有那个本事去判断 有没有理由 你就说很有理由 结果有没有理由 有啊 是他的理由 你把它变成你的理由 就全部都模糊了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上帝把自己 启示给人 神的启示 是一切 知识的根据 他是一切的根据 知识的根据 Foundation of epistemology 认识论的根据 是神的启示 所以呢 讲到最后 我们是回到圣经 神的启示里面 去了解 希望我们这一次 可以更深刻地了解 人 人的作为 人的本分 人的本质 在这种情况里面呢 让我们可以 用正确的心态 来看自己 来看世界 来看神的创造 这种人呢 就特别姓 好吧 这个就是导论里面 所说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点 第一段 人论的重要性 在整个科学的进展 过程里面 或者科学进展 词里面 人呢 在知识上 对神的创造 的知识上 在他的思想里面 有三个阶段 他开始呢 以地球为中心 来认识人 因为我们住在地球里面 很现实的地球为中心 来认识人 转到第二个 这个就是 哥本尤 革命 转到 以太阳为中心 早期我们都认为 一切都是 饶着地球走的 明明是 我们看到 你看太阳 早上从东边起来 笑容远 到西边 然后最后 带来再到东边 什么东西 要饶着地球 转的嘛 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个证明就是 木正 木正 自己看见 见证嘛 到哥本尤 的哥本尤以后 才是 以地球为中心 第一个是 Ptolemy P-T-O-L-I L-L-E P-T-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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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埃及的 到哥本尤的时候 他已经是 以太阳为中心的 后来才知道 不是太阳 摇到地球 是地球 摇到太阳 一直到 这个 奇梦时代 以太阳 奇梦时期 叫做 是 接西 这个 Renasant 就是 文艺复兴 接下去的 就是 奇梦时期 就转到 以人为中心 认识论 用人来 决定一切 因为我们 发现一切东西 以人为中心 在这个过程里面 老实说 你懂得 这一方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 整个 伦理学也好 特别是 宗教界的 你知道吗 宗教经过 很多很多的过程 到最后 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就叫做 后现代 后现代的宗教 最影响人的 你是从 可以从 苏联了 苏联从 非常正确的 我们叫做 正同 这个叫做 Ordoodox 就是 正同神学 就是希腊 正同神学 转到 无神论了 OK 无神论 那从无神论以后呢 现在就变成 有神论 但是它的 有神论 我们叫做 新世纪运动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新世纪运动 在苏联 现在是最流行的 很奇怪 原因是 在新世纪运动里面 绝对以人为中心 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 本来就是神的一部分 无神论呢 他认为没有神 那没有神呢 人怎么做呢 不能硬做呢 不能硬做 所以呢 最后他就走到一个东西 还是从宗教里面 发扬出来的 他是 在秩序上 有两个名字 你先要知道 Deism 是神论 对不对 Adeism 就是无神论 Adeism 但是另外一个东西呢 叫Penteism 叫做梵神论 神是一切的总和 在经历部呢 是Penteism 一切的一切存在 根在神 在Penteism 我是神的一部分 在Penteism里面 其实我就是神 美国有一个新世纪运动的领导 一个电影明星 Sherry McClain 很多基础 反对他 那有一个人呢 很佩服他 就问他一句话 因为大家说 你不信上帝 他就问他 你信不信上帝 你知道这个人怎么说 我绝对信上帝 有没有神 绝对有神 你看 他说有神 你们说他没有神 你们说谎 他讲的这句话 大家都 心思运动 是真正相信有神 他后来轻轻小声的说一句话 我怎么可以不相信没有神 因为我就是神 听到吗 把你自己里面的 那个神性发飞出来 你就能什么东西都能做 其实这个早期的 印度教就是这种事项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情没有 印度教很重一件东西 天人合一 接着我们想 天人合一 很奇怪的一件东西 科学证明 当一个人 在 一家 打坐 我会做一家的 我也会打坐的 我会自我催眠 在打坐 一个人打坐的时候 人脑玻璃 脑玻璃 清醒的时候 清醒 是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特别清醒 紧张得不得了 是十五 到十六 过十六呢 晕倒了 太紧张 所以有些人 紧张 就晕了 因为他脑部力 太紧张 步度太高 到他要睡觉的时候 他已经到 十二 十一 十 他眼睛 九的时候 他就半睡眠状态 那个时候呢 特别创意性很高 真的 他做白日梦 我可以把自己 放到那个情况里 我在睡觉 你们讲话 我要回答 讲话一般 你说什么 我些学生怕得要命 他说老师 在睡觉会讲话 没有 我是清醒的不了 我就是 不要回答 控制我自己 不回答就不回答 要回答就回答 回答马上 再回去睡觉 Yoga就叫你 走到那个地方去 叫做神游向外 你听到吗 那更厉害的 你就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归宿 乌龟归宿 你的脑部呢 脑部力 在五以下 你五分钟 再复习一次 特别小心 太过分了 你忘记呼吸 就死了 如果你还在清醒 那个时候 有一点叫做 东明状态 Halbernation 你知道吗 中明状态 那不要紧 那很奇怪 一个东西 在印度教的 墨墙里面 叫做明师 Contemplation 明师 那个玻璃呢 跟地球的玻璃 同时一样 叫天人的恶意 明师 能够把你的 整个思想精神 那个垫簸 跟地球平一样 他说可以 参透万事 没有 不是参透万事 你呢 就心情和平 没有什么 抗拒的东西 这个太古怪的 不能真正解释 可以解释 怎么会到那个情况 但是你不能解释 到了那个情况 什么意思 没有意义 那些打住的人 有时候就过分了 就不醒来了 复教叫做什么 你不知道啊 两个字 叫圆 圆基 就是走了 圆基 你活着 为什么有圆基呢 就圆了 圆了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圆就是圆 太可惜了 但基督徒呢 特别要小心 你是不是要走到那个地方 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人活着 圣经说的 不是单靠手 那是靠神出 口里所出的 没一句话 他不要你圆基 他要你成全 所以基督教的神学 给我们看见 在基督里面 当你认识真理的时候 你真正是这个成全 希望这两天 我们可以修到一些东西 教授 丰盛的生命 就在这里 很多人的寻求 丰盛 那是圆基 圆基性的丰盛 没有意义 耶稣说 因为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那才有意义 就是成全 到了成全 今天要做什么呢 基督教特别伟大 得到成全 可以成全别人 反之跟你在一起的人 也都可以得到成全 那才是 了解人论真正的意义 好吧 我暂时讲到这里 下面的 有十分钟 这个时间还不错 还是控制的 其实还是早了一点 不过你可以多一点时间 你们 你要我问问题 你们可以问问题 不然的话 我就问问题 你们讨论 问问题 你们讨论 OK 到目前为止 到现在为止 到底 你看自己 是什么 这个问题 你们好好去思考 那你要看自己是什么呢 有两个办法 你好好思考 到底我是什么 另外一个办法 比较简 你要看自己 要看镜子 对不对 那是外貌 你要看镜子 但是呢 你要看你的内心 要看别人的眼睛 别人的眼睛就 你们这十分钟 哎呀 十五分钟 还过 分组出去 看看 五个人一组 四个人一组 多好 我们就报数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一二三四 我们这里 一二三 不行 一二三四 五六七 七组 六组 四组 那四组就要 五六八个人一组了 四八 三 五个人 四个人一组了 这个事情 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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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报数 一二三四五 快 一 三 英文的不报 英文的不要报 英文的不报 英文的自报 英文自其一组 英文自其一组 OK 那我告诉你要做什么 两个办法 一个是 讲你自己是什么 OK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让别人讲你是什么 随便你找一个办法 认识 不要讲说 哎呀 你叫什么 我都知道 不是这个东西 到底 What are you worth 你有什么价值 在社会上 最简单 第一个 在家里 第二个 在社会上 社会包括在国家里 最后一个 在教会里 人看你 你看那个对方 你看我 我是什么 意义 你的存在意义 What is your meaning of your existence 好吧 好 现在分组出去了 快快出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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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